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二十大即将到来 外界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获得到第三个任期 近来中共宣传机器也全面的加速运作 启动各部门来遏制杂音提高声量 为习近平的连任宣传造势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6号在上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为习近平服务中国走向新蒙昧主义的专栏文章 内容提到为了习近平的连任 举国上下权力清洗网络 整肃意见 营造和谐 提出打击谣言的政策 并以炮制历史新词来铺设习近平的万年低业 文章先是讲到中共中央网信办 9月2号宣布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所谓 清理网络谣言跟虚假资讯的整治行动 表面上宣称要清理谣言跟虚假资讯 但是明眼仍一看即知 这是中共二十大之前刻意发动的一场清楚反习言论 整肃反对意见 镇压真相传播的网络政治工程 借此来营造风和日历的网络空间 再者文章也提到 二十大前夕 中共宣传部门突然大力推广一篇发表于历史研究的学术文章 名为明清时代闭关锁国的问题心态 内容为中国近代自明清以来闭关锁国造成击弱不正 被动挨打的历史观 进行改名跟方案 认为闭关锁国是西方中心主义炮制的入华产物 因而不能够以闭关锁国来解释中国衰落不正的原因 同时创造一个自主宪官的新名词来取代闭关锁国 认为自主宪官并非一无可取 而是中国基于民族利益的自主性选择 具有抵抗外来侵略 维护民族文化 保卫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 文章预测二十大以后的中共路线 将会走向一种新蒙昧主义的倒退之路 比方说强制重庆一千两百万居民 在烈日底下做核酸检测 结果只得出两粒阳性的防疫政策 另外还有给鱼跟鸭做核酸检验这种人要清零 动物也要清零的反科学政策 以自立更生为名 投入千亿元人民币 搞芯片大要紧 结局却是芯片大贪腐等等 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有一句政治口头传 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但是到现在真实的情况却变成了人民为习近平来服务 在二十大之前 人们将清楚地看到 一个极权体制将会如何为一个独裁者来搭桥铺路 确实习近平作为目前中共党内最有权势的人 连任几乎底定 党内也没有任何足以挑战习近平权力的派系 有评论人士就认为 如果未来产生新的政治派系 也只会是习近平底下的分支 会为了争宠而赚 而非挑战习近平 至少未来十年都会如此 德国之声日前刊出一篇题为 《二十大百家争宠习近平》的评论文章 作者民进媒体集团创办人和平剖析 中共二十大权力关键点判断 不在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连任 而是在于他如何分配权力 尽管习近平极权遭到质疑 但是这却没有影响到他推行一系列强硬的政策 打击贪腐权贵 军队体系颠覆变革 形成自己的人事班底 习近平上台十年几乎扫平的权力派系 摧毁以巨甲为中心的权贵群体 打压有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意义分子 从军队到元老 从官僚到商人 从知识分子到百姓 已经看不到有对习近平构成有力量的挑战 文章指出 修改宪法明示了习近平要打破原有任期制度 继续掌握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 对此没有疑问的是判断二十大的基本常识 因此该问的问题是 在二十大上面 习近平底下的权力结构将会怎样的形成 文章写道 人们常将习近平跟毛泽东跟邓小平的相比 认为习近平没有毛邓的权威跟民间的声望 虽然这都是对的 但是习近平跟毛邓相比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也就是无论是毛泽东时期或者是邓小平时期 中共内部都有庞大且错综复杂的派系 这是中共战争跟内斗的结果 习近平在地方上没有强势的作风 改革成绩也法善可成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 习近平在中南海的表现都出乎意料之外 他对权力的掌握远远超过了矛盾 中共内部现在不存在清晰或者是隐藏的拍戏 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力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 英国执政保守党五号中午公布了党会选举结果 一如外界所预期党内支持度领先的特拉斯顺利当选 将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特拉斯自从去年出任外相以来 就一直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 他在英中建交50周年之际走向首相之位 成为英国史上第三位女首相 未来会让英中关系走向何方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目前英国面临到物价快速上涨的压力 分析认为特拉斯可能会延续铁娘子前首相 柴妾夫人的作风 经济上减少干预 同时对中国跟俄罗斯报纸强硬的立场 综合媒体报道 特拉斯在党魁选举当中得票81326票 以2万票之差击败了钱财项苏纳克 他在当选之后发表演说 向对手苏纳克致谢 又感谢即将正式辞去首相之位的强僧 在任内做出的贡献 他强调会兑选竞选承诺 包括推出大规模的减税计划 解决能源危机 以及检讨英国的能源供应 他又承诺将带领保守党赢得2024年的大选 特拉斯曾经表示 一旦当选首相 中国可能会被提升到与俄罗斯相似的地位 也就是被定义为严重威胁 而在英国外交部去年发布的一份外交政策报告当中 中国在与英国深化贸易关系的同时 也被定义为系统性的竞争者 这跟美国总统拜登的说法类似 外界预期 特拉斯在经济合作方面 应该还是会把国家安全纳入首要考虑 特拉斯在担任外向期间就曾经表示过 中国如果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话 将阻碍其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 他也曾经表态 俄罗斯应该被孤立在世界经济之外 民主国家的市场潜入不再是必然 有分析认为 特拉斯应该会在政府内安插保守党对华鹰派人物 英中政策方面可能会由更加鹰派的人士来推动 面对到乌俄战争 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 特拉斯要如何继续引领英国是一大考验 此外 英国在脱欧之后 北爱尔兰的地位问题也是一项重要的议题 但是他首先应该会把英国的经济问题放在第一位 有资深保守党议员认为 特拉斯作为首相 所面临到的挑战跟困难 可能仅次于1979年担任首相的柴契尔夫人 第一关就是英国经济问题 7月英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0.1% 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速度为40年最快 通货膨胀引发了交通运输等行业工人罢工 经济学家预计 此轮通货膨胀 可能使英国经济陷入到长期衰退 特拉斯主张的小政府经济政策 也就是减少政府干预 降低税收措施 又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 英国家庭年平均水电费的开支 由于乌俄战事不断 欧洲国家能源价格普遍上涨之故 整体涨幅将达到80%到3549元英镑 预计到2023年这个数字会将会上升到6000元英镑 这将会严重影响到民众个人的财务状况 特拉斯曾经多次就香港人权问题来批评中国 包括了表明反对港区国安法 又谴责北京持夺香港区议员议席 在新疆问题上 他曾经私下以种族灭绝来形容中国在新疆所为 并且在联合国发布新疆人权报告之后 及时发声批评北京 在台湾问题上 他曾经多次呼吁西方盟友来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更在上个月初下令传召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 要求他解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北京的一系列军事威吓行动 他上个礼拜在选前最后一次造势大会上 更以非常严重的威胁来形容中俄两国 强调英国将与美国的盟友合作对抗 他也重申非常关注中国的专断行为 并认为英国不应该对中国形成战略性的依赖 不过特拉斯面对的是陷入经济困境的英国 中国作为英国第三大交易伙伴 他的对华政策必定会面临到内阁的压力 不过特拉斯表明他有平衡人权问题跟经贸关系的信心 有学者分析指出特拉斯对华立场鲜明 加上受到新疆跟香港问题的影响 可以预期他上台之后 英中两国不可能会回到从前的密切合作关系 不过英国是否可以像美国一样 在经济上跟中国完全脱钩 则是要看特拉斯的具体行动 有一些质疑的声音等着看特拉斯是否会说一套做一套 如果特拉斯对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话 中国会如何反制也让外界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 特拉斯从就任外相之后就一直关注台海问题 去年10月解放军升高对台威吓之际 他就曾经在专访中表示 英国将寻求强化与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 结成同盟关系 以挑战恶意行为者及集权国家的影响力 2021年12月他也在G7声明当中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对中国胁迫性的经济政策表达关切 今年2月澳洲跟英国召开2加2会谈 会后联合声明首度强调台海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 鼓励两岸议题和平解决 同时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 他在今年4月发表指标性的外交政策演说时 呼吁北约盟友确保台湾等民主政体的自我防卫能力 并点明中国必须要遵守国际规则 在二战欧洲中战胜利纪念日5月8号之前 特拉斯在德国、法国的媒体发文呼吁 英国正在扩展全球联盟以捍卫主权跟法治的原则 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 欧洲必须看得更远 因此英国正深化与日本、印度跟澳洲等盟友的防卫合作 来确保印太区域的安全 台湾也在英国的关注之列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特拉斯公开声称不支持中方 以大规模的军演来激烈回应 不过当时还在竞选活动期间的特拉斯表示 他如果当选首相的话不会亲自访台 因为长久以来英国的立场就是外交大臣 国防大臣跟首相不会访问台湾 尽管他并未解释背后的考量 但是他重申必须要协助保卫台湾 以免遭到中国的武力入侵 美国总统拜登五月时曾经表明 如果中国试图武力犯台 美国愿以军事手段来捍卫台湾 这番发言跟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立场 互相矛盾 此前日本共同社访问多名专家 这些专家都认为 如果美中因为台湾来爆发冲突 英国首相将是唯一会对美国提供 前线军援的欧洲领导人 不过特拉斯就任之后会如何的友台 仍然有待后续的关注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 你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